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他腐敗了嗎 李宗盛 他懶惰了嗎 李宗盛 他去選總統了嗎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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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去選總統 你還可以放 他也沒選總統啊 親愛的西隆市 36萬市民朋友 大家要仔細思考 台灣民主政治到底要追求什麼 我們希望 優秀的市民 選出優秀的議員 優秀的議員 能監督選出來的優秀市長 優秀的市長 能夠帶動這個市 今天跟未來的發展 所以我說 有幾流的人民 就會選出幾流的民意代表 有幾流的民意代表 就會監督出幾流的政府 有幾流的政府 就會有幾流的國家 中瓜得瓜 中鬥得鬥 我們最終 最後最後還是要回歸到市民 手上這張神聖的選票 霸函四君子也在臉書宣戰 說看到被罷免紀錄保持人 韓國瑜要挺涼 他們也會北上挺基隆 民進黨聲稱沒有動用政黨資源 借助 隨著立委沈柏洋 站上霸梁宣傳車駐蔣接掃 直接橫橫打了一大巴掌 說民進黨沒有建立 民國人民一次不會相信 又是一個好好笑的笑話 民進黨拜託你 不要精神分裂 台風天林又昌都還出來鼓吹罷免 現在沈柏洋直接站車隊了 認證就是你民進黨搞罷免 那不管是這種阿拔的這種執法的方式 又或者說呢 土力的特定的廠商 這些呢不但是沒有建設基隆的一個問題 而是甚至這些錢都不知道流往哪裡 我以一個基隆女婿的身份 也希望能夠加入到這樣的一個大家庭 我們這邊看到的是沈柏洋 民進黨的部分區立委 坐上了戰車 應該說站上戰車 他當然用貪食蛇大遊行的方法 來做最後的催票 那我先不要講貪食蛇 這個是你是想要故意去湊 還是你要複製 過於昔日成功的貪食蛇的方程式 可是只顯得你後面的奚落 那今天網路上酸爆了 他們看到貪食蛇的車隊大概就到這 就寫說這比西濱在假日的標載還要更少 對罷免沒意見 但真的不要說謊好嗎 最近有非常大量的網路廣告 有很多人說這個拍的真好耶 這些罷良的廣告拍的真好耶 要不要請罷良團體公佈一下 是哪些團隊拍的 哪些公關公司承接的 花了多少錢 所以這些資源 我必須講 絕對都是民進黨中央在資源 可是民進黨又要藏在後面 因為他怕他們露出來 最後變成不是公民力量 結果他們最後公民力量 又沒有辦法發揮 所以他們又得要出來 這就是那個酒品芝麻官 跳進來 我跳出去 你打我啊笨蛋 剛躺進 對啊 一下又跳進來 一下又跳出去 一下跳進來 最後才是證明 其實背後就是民進黨在操作 傳言說10月10號反爆量的 選前職業會給100元交通費 來了 民進黨不要再鬧 走路攻世界 向來都是民進黨發動 只剩一天了 來不及查證 就搞這種抹黑造謠 等到選完發現被冤枉了 有用嗎 當基隆市府官司4點勝 暴露行動沒了理由 柴良到底是不是政治報復 選票即將給出答案 我要特別感謝王國昌委員前兩天 在專訪中也有這個聲援 我們基隆的情況 並且呼籲更多的 把國民黨民眾黨 以及各黨的支持者 針對這一次的選舉 投下不同意把免票 鼓勵支持者挺謝國良 卻撇除基隆的市政爭議 強調不同意票 是對民進黨威權政體說不 他只敢把這個罷免問題 上升到政黨對決 再把它扭曲成 這就是民進黨或賴清的推動 但大家都知道 其實罷良 就是由地方的年輕的公民團體 在推動的 其實並不是民進黨在推動的 台灣民眾黨反對政治性的罷免 反對報復性的罷免 應該是市民經濟跟民生最優先 跟各位報告一個秘密 我們兩個是率先 結果有四個人跟我們坎不戀說 為什麼他們不能來 其實到最後 我們前黨一致支持謝國良緩罷免 所以基隆是一個有良知的城市 有良知的人一定緩罷免 罷免一定要有理由 現在的理由不存在的情況之下 還在罷免就是沒有理由 還在罷免 總統 中共 香港公民 責任 南 或